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小伙子拿着一把利刃刀 逞奸出卧守护道理的故事 明治十一年,看似平静的社会还是危机四伏 警察们在一个幽暗的夜晚 抓捕着隐藏在黑暗中的恶人 枪声响起,每个人都提高了警觉 一波警察已经被伏击 其余的小心翼地寻找坏人的踪影 警察们在隧道里面遇到了敌人 尽管他们拿着枪,但依旧不是坏人的对手 对方仅拿着一把五十刀就解决了他们 翟腾一队长看到了遭到伏击的队员们 紧接着他进入一家废弃的厂房 厂房里面燃起熊熊大火 翟腾一看到了一个满脸蒙着布袋的男子 知智雄 知智雄劝说翟腾一加入他们共谋复国大忌 可是翟腾一拒绝了 紧接着他的隊友们一个一个被知智雄扔进火坑里 一个个蒙面的黑衣武士冲出来和翟腾一决斗 厂房的周围还有和尚在念诵经文 翟腾一很快解决了知智雄的手下 准备和他决一死战 知智雄则潇洒地离开 他孕育着更大的阴谋 安于平静生活的翟腾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舞台剧 台上演绎的是关于柜子手八道斋的故事 演员们滑稽地表演让观众们捧呼大笑 翟腾也不例外 他现在完全已经放下了过去 他的到来使得深苦道场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学习剑术 翟腾并不打算教他们剑术处 称自己的剑术不足为题 神谷惑信刘剑术才是他们一生追求的剑刀 高和慧也开了医馆 时常回来看望神谷勋他们 警察局突然来人 称内务大臣大酒保要召见翟村 左知智雄不放弃翟村要跟他一起去见 他告诉翟村知智雄在京都秘密活动 又是一名刺字手八道斋的后继者 积称影子杀手的一名男子 知智雄也是明智府曾经培养的一名影子杀手 他的能力可以喝刺字手八道斋地尖 与此同时他的手段极其残忍 没有对热者丝毫的怜悯之心 欲望大功力心强 在战场上杀敌无数 这种武士的存在会把他们明智运动的正当性削弱 他们为了完全掌握时局 就杀死了知智雄 并放火烧了他 只是被烈火吞噬的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潜伏在京都地下世界 邪教了一大批战争狂和对新政府不满的人 他们企图来颠覆新政府建立自己的方国 政府早就知道这帮人的存在 他们派出一批又一批的警察去抓捕知智雄 但是派出去的人都被解密 实在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求助于匪村 大九宝大人给了匪村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 作为交换 他们愿意赦免高和会制造鸦片的罪名 警察们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于匪村的史上 就在匪村还要考虑的期间 大九宝先生被知智雄的手下刺杀了 警察的动向 知智雄他们完全晓得 他们知道警察去找了匪村 大九宝在途中又遭到第二次截杀 很快大九宝的尸体就被警察们发现 匪村站在人群中看到被杀死的大九宝 警察们认定这一切都是智雄所为 匪村在警察局看到 因为智雄而死去的警察们的家属 他们悲伤的哭泣 这一幕又想起了自己的曾经 曾经的他让别人家破人亡 那种悲伤他能够深刻地体会 而能够改变这一切的只有自己 大九宝预刺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 申谷勋也从报纸上看到这件事情 匪村和他告别 他要去担负这一责任 申谷勋担心他如果去了 很有可能再次变成刀子手 匪村告诉他谁都不能完全忘记过去 他又开始了自己浪客的生活 朋友们对于匪村的离开十分的赏心 左支柱望远 为什么他不带自己一起去呢 沈谷勋将自己的思念之情 深深地埋伤了心底 匪村走后一个武士找上门来 左支柱见来者不善 就与之打了起来 不过他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几下子就把他打得面目全非 浑身是邪 如果不是高和会阻止 左支柱早就没命了 那个男人见问不出拔刀斋的消息 就放过了他们 而匪村正在赶往京都的路上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志士兄调查清清楚楚 夜晚匪村在小河边休息 突然有人聚起河边将匪村的刀偷走了 这个身披披风头戴斗笠的人竟然是一个女孩子 他拿到匪村的刀十分的开心 还一副理直气壮的说 要将刀举为己有 并和匪村打了起来 拔出刀后发现是逆人刀 这才罢手 卷钉偷刀是为了一点点路费 他真要离开 突然冲出来一个满身是血的孩子 祈求他们去救自己的哥哥 他们两个跟着小孩找到隐隐系的哥哥 他是一名警察 他很担心他的家乡 他怕志士雄报复 临此间 嘱托匪村要照顾好他的弟 他们三个人来到弟弟家乡 这里早已经被大火烧成一片灰烬 小孩的父母也被吊在枯树枝上 男孩子气不成声 发誓要为父母报仇 村子里面冲出来一群武士 领头都告诉他们 是因为他的儿子想要将村子的状况告诉外界 他们才给予一些警告的 直接武士一拥而上 想要解决他们三个人 结果被斐村全部打倒 斐村他们想要将弟弟的父母放下来 可却被赶来的村民制止 村民们害怕志士雄的报复 人的弱点就在于 面对威胁到自身安慰的事情 一切人的善良和羞耻心都可以抛掉 只为活着 斐村可不害怕志士雄 他将弟弟的父母放下来 准备为他们厚葬 沙斯大救报的宗次郎再次来到 他揭示了斐村的真实身份 带他去见志士雄 之所以会盯上这个小村庄 是因为这里的温泉对于他的烫伤 有很好的恢复功效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将这个村庄占为己有 顺他者昌 逆他者亡 征服对他的背叛 使得他的内心更加的扭曲 他不知从那里误处 信任就会被背叛 强者胜 弱者死的歪理 他企图要把这个国家 变成他的囊中之物 斐村决定在此直接了结志士雄 决定和他一决高下 志士雄并不打算和他交手 现在的斐村 已经不是当年的传奇 在他真正变成龟子手之后 再去京都找他打 现在只能和宗司郎比翼高下 宗司郎的剑法十分有利 对斐村步步紧逼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 更是显得无比的兴奋 斐村的实力确实下降很多 逆人刀被对手砍断 以此来逼迫斐村重出江湖 他看着自己断掉的逆人刀 陷入了沉思 村里面将那些武士全都绑了起来 鼓动男孩为家人报仇 在他们的鼓动之下 弟弟拿着刀冲向了他们 还好斐村及时支持 他不想让年幼的孩子 变成杀戮的机器 更不想他弱小的内心 就充满仇恨 他的人生不能像斐村那样 因为仇恨而变得扭曲 死去的人最大的愿望 是不是他们报仇 而是要让他们好好活着 幸福地活着 斐村雄制定了更多的新式武器 因此要召集十本刀 他要对这个国家下手了 神国勋自从斐村走后 口口裂剑 他时刻都在思念着斐村 高和会劝他 按照新知所向前往京都 却守护在斐村的审辩 作为他最强的意志力 被打得逼兴连肿所之处 提前前往京都 发誓一定要打败知识熊 京都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 在新政下 人们安居乐业一片祥和 到了京都的斐村 被据定拉到自己家开的旅馆里 斐村受到全家人的欢迎 他告诉了家人斐村的真实身份 他们曾经是幕府手下 凑集情报的玉庭番仲的成员 新政之后 他们就隐退了 靠着经营餐馆生活 玉庭番仲一些人 最后被幕府灭口 他们的首领仓子大人 来救他们的部下 将对幕府的仇恨 转向了匪村拔刀斋 势必要将最强的称号 从匪村身上抢搁过来 他的杀戮越来越多 已经化身为修罗 虽然时代已经变了 但是玉庭番仲的势力还在 他们愿意为匪村效劳 搜集情报 匪村拜托他们 帮自己找到新井吃空 夜晚他来到掘馆找到斋藤衣 他给匪村看了一张地图 上面标记的位置 是已经被知智熊占领的地方 政府迟迟不肯出兵剿灭 是因为他们害怕 在西方列墙面前 暴露自己的实力 另一方面 高官们害怕自己成为 下一个大酒保 知智熊在不停地 密谋着自己的夺国计划 能人意识被集结在这里 他们知道 匪村在寻找铸剑之人 但是可笑的是 铸剑之人早就已经死了 新井吃空曾经告诉过他 如果剑断了 就再来找他 可是剑断了 铸剑士也走了 匪村找到了新井吃空的家人 希望他能够为自己 锻造一把剑 经过时代的变迁 刀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和平年代 刀已经没有作用 新井吃空的家人 拒绝了匪村的请求 神空训和名神也来到京都 知智熊的手下 刀手之杖 找到新井吃空的家人 他是来找新井吃空留下的一座的 把朱剑士的儿子给抱走了 匪村孤身一人 去找刀手之杖要孩子 根据匪村脸上的刀疤 认出他就是贵族手拔刀斋 神骨勋和名神听到消息之后 西芒赶往神社 他们两个人打斗 不分上下 匪村认为 新时代之下 比武已经不能带来任何快乐 真正的幸福 是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 和刀之寿杖根本听不进去 一心要和匪村决一死战 匪村将断剑插入头中 拿起剑兽和对方打斗 即便是这样 刀之寿杖依旧不是匪村的对手 关键时刻 新井吃空的儿子 给匪村送来的剑 拿到剑的匪村迟迟没有动手 导致首长为了刺激匪村 走向了一个婴儿 听到孩子的哭啼声 他不能让孩子 白白丢了性命 一个肩部冲了上去 仅一刀就让对方毙命 他是下了多大的勇气 才放下了毒刀 再次拿起之时 是多么的痛苦 匪村却是绝望之际 却发现人并没有死 这把新刀 依旧是一把硬人刀 朱健大师 完全明白匪村的心境 还在刀柄上刻下 极经岁月断杀人 此不量然 谋其后事的话 赤空怀着无比敬畏的心 锻造的神刀 神刀都会有两把 一把赠予人 一把赠予神灵 曾经一直锻造杀人道的他 也像匪村一样 要远离杀戮 回归平静 匪村对于神古勋的到来 一半生气 一半安心 他怕自己保护不了神古勋 知识兄做了万全的准备 终于在明晚11点59分 准备点燃整个净土 摘腾一审问 究竟在密谋些什么 得到的答案是 他们打算烧了净土 可是匪村似乎不太相信 就这么简单 匪村警队 卷定一家人都准备应战 来保护他们一直生活在净土 疏散了民众 卷定他们全服武装 匪村也整装待发 连走时神古和名神 也加入到战斗中 午夜时分 正邪两方势力 在默默的等待 当知识熊的烟花升起 战役一触即发 他们抬着燃烧的木头 熊熊大火燃起 警察开始阻止 双方打了起来 匪村他们也突出到战斗当中 他们阻止了罪恶的发生 尸丝饱后的惊涂 仓子在这个时候也回来了 他已经丧失了心智 不分正邪 一味的只想找匪村报仇 卷定的爷爷奋力抵抗 另一边 匪村他们也打得如火超天 在人群中终于找到知识熊 随过去却发现 十几个知识熊一起围攻匪村 卷定听到仓子大人回来 急忙跑回家里 却发现自己的爷爷被仓子杀死 他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崇拜的人 竟然变成这副模样 另一边 神古迅被宗次郎接走 匪村和债藤一在研究知识熊的战术 他究竟在哪 原来最终目的是对东京实施轰炸 匪村为了解救神古迅 来到了一艘船上 终于找到藏着在船上的知识熊 知识熊以神古迅坐要挟 威胁匪村重返杀戮 匪村虽然愤怒 但是无法找到以前的感觉 在实力上和知识熊有着很大的差距 随着神古迅掉进水里 战斗暂时制止 无论他怎么呼喊 就是找不到神古迅的身影 随后匪村漂流到一个小岛上 一位神秘男子救下了他 而神秘人 正是比他还要强大的传奇人物 也就是他的师父 飞天御剑流第十三代传人 坏人还没有被惩治 待他苏醒之后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新的战斗 电影倒是告一段落 本片是日本漫改电影 浪客间信京都大火片 剑在这和平的年代 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和作用 他终将会推出历史的舞台 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剑术师父的高超 而是陪伴在爱的人身边 共同度过这平静而美好的岁月 那些看似舍着剑道 不愿推出历史舞台的人 又是否能够真正明白剑道的真正含义 这是一部非常热血的电影 老牛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